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立法委员李俊逸 欢迎收看台湾广场 从白山军 太阳花 到国民党地方选举大败 在在都显示出今天的政府 已经无法及时回应民意的需求 我国政治体制正面临着重重困局 无法落实责任政治 难以解决宪政僵局 台湾现在已经到了 必须彻底改革的宪政时刻 台湾历经了七次的修宪 结果却是总统有权无责 行政院长有责无权 导致当前的宪政僵局难以化解 国家体制无法回应民众的需求 台湾的宪法面临了四大问题 第一是体制上应该采总统制或内阁制 第二是五权宪法 是不是应该改为三权宪法 第三国会的席次 是不是应该增加选举制度 是不是应该由并立制改为连立制 第四有关台湾跟中国 在宪法的定位问题 其实任何制度的改变 重要的是 是否符合时空下的要求 以及有没有建立良好的配套措施 宪政时刻在起 俊毅曾经当过总统府宪改办公室主任 举办过宪政论坛 演讲座谈辩论等四千余场 也从民间学界收集了十五个宪改版本 深深知道宪政工程改造的浩大 依据宪法征修条文第十二条的规定 宪法的修改必须经过立法院四分之一委员的提出 四分之三委员的出席 以及出席委员的四分之三决议 提出宪法修正案 并且必须公告半年 然后经中华民国自由地区选举人投票复决 也就是说立法院提出宪法修正案 然后还必须经过公投修宪案 才能正式通过 因此我们要进行宪政改革 必须先建立跟公民对话的讨论平台跟机制 汇整各界的意见跟看法 让人民充分的参与 借由由下而上的过程 才能够凝聚真正的全民共识 深化民主 宪政改革才能克尽其功 这次宪政时刻已经露出曙光 朝野两党以及全国公民 都必须把握这次的宪政机会 这个改革一定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完成一步能够落实责任政治 且符合普世价值的公益宪法 今天先谈到这里 感谢各位朋友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